而高耸市議員黃傑近來深受假廣告之害 由不肖業者把他受生前後的新聞影像 以花揭幕簡潔成為減肥產品的廣告 那麼黃傑是特地出面澄清 絕對沒有誕言任何減肥產品 他還強調他可以受10公斤 是因為選舉太操勞了 還表示已經展開搜證要提高 我個人也用人體實驗 臉書減肥產品廣告找來藝人現身說法 不只有綜藝天王五中線 經被人黃平洋 高雄市議員黃傑瘦身前後的對照圖 也在其中 這幾天陸續有收到民眾跟我們反映說 是不是我有代言減肥的產品 說我是吃了他們的減肥產品 然後一週內見效售了10公斤 再次的澄清說 我絕對沒有使用這樣的產品 怒批不肖業者將選舉新聞以花揭幕 拼湊剪接成瘦身產品廣告 包括吳中線黃平洋的影片 也都是遭到盜用 黃傑現身駁斥假廣告 也在臉書澄清 遭盜用的不只名人影片 還包括民視新聞網臉書粉磚的大頭貼 民視新聞網也提出嚴正聲明 該粉磚並非本網製作 而是招人惡意盜用 提醒民眾要認明有藍勾勾的臉書粉磚 一將保留法律追溯權 之前三年前的照片跟現在相比起來 確實是有落差 因為相差了十公斤嘛 那這個過程當中是自然而然就瘦下來的 選舉過程是真的非常的辛苦 長相甜美的黃傑已經不只一次招人盜圖 之前網紅小運用換臉技術製作成人影片 在網路上兜售 他也是被害人之一 當時獲得一百萬元的賠償 過沒多久又在交友網站上看到自己的照片 內容竟然是求保養 甚至連國外網站也來參一角 說什麼想要保養這樣子 那那個其實我也有進行提告 那後來也有最近的一次是 有一個智力的動漫網站 拿我的那個安妮雅的照片 去就是做他們動漫展的宣傳 這樣網路上的道圖其實蠻猖獗的 黃傑堪稱是高雄市議會中最紅的議員 肖像卻接二連三招人盜用 為打擊不肖業者和網路詐騙 黃傑也不姑息 展開收證提告 保護自己也保護民眾 不受騙上當 民視新聞旅連顯高雄市報導